回到第3集的課堂,跟大家分享一下怎樣可以幫你小朋友找到一個好的音樂老師 鄧老師,請問我們市面上有這麼多音樂老師,音樂老師是哪裡來的呢?應該去哪裡找呢? 音樂老師的來源有幾個 第一就是琴行,第二就是音樂教育中心,第三就是親朋戚友的介紹 親朋戚友的介紹,通常都是這樣 對,在網上自己找,招生的廣告 我見到最主流的兩個做法就是琴行,琴行老師 要是我親朋戚友介紹,請一個老師上來我家教小朋友 這兩種做法,最大的分別在哪裡呢? 如果請一個老師回來教小朋友,他的好處就是你省回車程的時間 因為老師上門,對嗎? 是的,是的 但是他有一個問題,就是小朋友有時候會很喜歡炸嬌 或者是在自己的地盤,對嗎? 對,對,或者經常都說要去寫手間 會比較不容易專心的事情 會比較輕鬆一點,對嗎? 即是很講求小朋友的自律能力 是的,因為這個環境已經習慣了去放鬆的地方 如果相對來說去琴行,即是代表他去了一個學校 很認真地上課,他相對來說會比較乖 是會比較乖,因為這些地方有分有矩 因為始終不是自己的地盤,對嗎? 一開始的時候,你觀察一下自己的小朋友 如果他經常都是跳跳渣,或者是喜歡做山頭大王那些 那你就會送他去琴行嗎? 會呀,會呀,因為很多人都會看著他 小朋友都會很害怕別人,是說要面子的 是,但如果我們去過琴行那裡,你也跟我分享了 就是琴行有時都會提供到一些表演,或者是比賽的平台給他們 是這樣的嗎? 是的,是的 其實每一間琴行,或者教音樂的地方 其實有些他們什麼都不搞的 只是收到學費給他們 即是有些都不搞 是的,是的 那你選擇琴行的時候又怎樣選擇呢? 除了你看看他是不是搞活動 如果要搞活動,那我小朋友就會多一些機會去表演 是的 那還有一些什麼的分別呢? 例如我來我屋邨那裡,我有幾個琴行 我們應該怎樣比較呢? 嗯,那可以選一些他有標示,有舉辦過一些什麼活動 他的私資又怎樣 他教出來的小朋友什麼質素 我記得現在很多琴行的外面都可能有些片在播 就是小朋友,他們學生那些作品 其實都是一個行量的指標來的 都是一個行量的指標來的 那我們去到琴行裡面有很多不同老師 或者親朋職友其實都有很多介紹的 那其實一個好的降琴老師,你覺得他應該具備什麼條件呢? 首先呢,這個資格的認定就是很重要的 什麼級數啦 是的,什麼程度 是的,是的 但是呢,做父母呢,就要了解小朋友呢 他是什麼樣的性格 才要找一些怎樣的性格的老師來匹配 那是不是就是說,如果小朋友是這樣的性格 我們就找一個跟他性格是一樣的導師去這樣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哦,那其實要配合的 就是人夾人緣,對不對? 人夾人緣 你上去兩堂你就知道了 就是他聽不聽這個老師說 對 就是風夾盤會有一個 哦,還有一件事,譬如有些小朋友 他天生是很內向的,或者膽怯一些的 那就應該要選一些老師 就比較循循善有一些 很有耐性 是的,是的,不要那麼兇惡 但是有一些可能 就是比較白眼的小朋友 可能你還要給一些兇惡的老師去鎮壓他 是啊,要硬正一點的 是啊,講的要很肯定的 要講的要肯定一點的 是的 所以呢,要根據你小朋友的情況 就是去找一個合適風格的一個老師 是的 那我知道你現在經研究琴環 其實裡面都有很多不同的老師 那你去決定去聘請和合作的時候 其實你會看哪幾方面呢? 我會看下他的資歷 除了他懂得教琴有這個資格之外 他還有什麼認證 譬如有些他讀過音樂學院畢業 有些他是演奏方面比較聰明 有些他還會讀一些幼兒教育方面 有些兒童教學和兒童心理學等 可以幫助他增加同學生的溝通能力 有些有音樂治療的認識和底屎 可以教一些比較特殊的兒童 明白明白 其實有時候家長去找鋼琴老師 其實他也有一個無助的心情 因為其實鋼琴老師他懂得彈琴 但是我是家長我又不懂彈琴的 其實你說音樂那些我又不知道 那你覺得你給什麼建議 我們家長應該怎樣和鋼琴老師 去溝通和配合呢? 其實那也不一定說每一堂放學之後 都要跟老師聊的 你可以隔兩三堂 怎樣一個月都會聊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要跟老師交流一下 最近在家裡練習的狀況是怎樣 穿不穿心 對呀 用不努力啊 有沒有練習一些東西 但上課老師應該知道他有沒有練習 因為老師看到他上課上課的東西 他談不到的 他就知道沒有練習 有些小朋友說 嗯 老師我沒有時間練習 但其實呢 小朋友呢 他都說 是OK 他都說 在Youtube 是吧 他都抱著同學 對呀 很多很多很多藉口 這樣 那最重要呢 老師和家長呢 就對回看 究竟他做什麼呢 如果是不少了 即是怎樣內外逼劫他 即是他琴行的光台 回家呢 要循循善有他 是的 要一些學會主心練琴 是吧 那不是就 我們定期呢 可能會教兩三堂 其實都要跟老師去聊一下 有些什麼改善的意見 是吧 是的 看看他怎樣 即是怎樣可以幫助小朋友 可以更加之好 是的 如果有些家長他可能是非常忙 有些可能就是 你昨晚都會有 可能姐姐帶他過來學習 你永遠見不到家長的 那家長他真的很忙 是見不到老師的 那你有什麼建議呢 我建議家長呢 就會在這個課堂聯絡簿那裡 寫下 最近我小朋友練成怎樣啊 或者老師給些什麼意見 有紀錄的 是會有紀錄的 每一行都會寫下 今行教了什麼啊 第幾頁啊 老師要你表現什麼 對 哪一道還要改善什麼 專注 那家長可以根據這個聯絡簿 看回他的內容 尤其我知道現在很多家教 可能他們都會用WhatsApp溝通 是的 如果老師他沒有給你 feedback 其實我們都要認識他 去問老師 今個禮拜或者這幾堂 小朋友學成怎樣啊 他作為家長方面 其實都要鼓勵他們主動 跟老師去溝通 是的 有時候老師給到一些方法 是家長方面是想不到的 其實都很幫到手 是 好像我們其實 回小學一樣 都是要老師和家長 那方面互相配合 是的 你可以全部倚帶給老師 都會有這些情況 就是學習的成果都會去下降 是的 所以總結來說 你可以考慮一下小朋友 到底他是不是喜歡經常到處玩 如果是的話 可以試試帶他去琴行 就可以有一個比較規範的環境 令到他有些人管住他 如果他比較自律性高 你可以請一些家教 令到他去你的家 節省出行的時間 你選擇老師的時候 第一 看看他有沒有什麼資歷 第二 要看小朋友和他的性格 能否配合到他的老師的工種風格 是的 最後 我們一定要主動和音樂老師 去交流小朋友的學習進度 看看老師有什麼需要我們去配合的地方 是的 對 希望大家看完這集之後 你都會選擇一個 適合你小朋友的一個音樂老師 和鋼琴老師 下一集回來 我會跟大家說一下 你在琴行學院琴 始終你都要回到家裡練琴 你作為一個家長 昨天放在客廳那裡 你又怎樣去陪小朋友練琴呢 我們下一集回來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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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